哈喽,我是小梗 今天我们来挑战一下极限大神酷宝吧 这名字听起来就非常的有难度的样子 但是身为酷宝小达人的我 怎么可能会害怕呢 GOGOGO 先来看看有什么装甲吧 没救了 傻子 菜鸟 新手 高手 大神 大神鹅 先从最简单的开始吧 第一关是没救了 是个二格跳 这个难度不大 看我干 我跳 我跳 我再跳 哎呀 一下没有跳过去 我再来 我跳 我跳 我再跳 这次终于上来了 奖励有足球 意义和足球 继续下一关 啥子关卡 听名字应该不会很难吧 冲冲冲 这一关是个二格二段跳 一不小心就会掉上去了 所以要很小心意义才行 过了两个 第三个的高度又正高了 好像有点难度 我先试试 我跳 嗯 没有跳上去 那就再来一遍 一个 两个 啊 脚滑了一下 又掉下去了 这脚怎么不听使唤呢 这次一定要控制好力度 我跳 我跳 我再跳 又没上去 说好的傻子关卡呢 怎么这么难跳的呀 但是我是不会认输的 我再跳 终于上来了 这可真的太难了呀 前面还有跳方块 这距离 看看奖务力有什么吧 有木棒 弓箭 还有皮革套砖 这明明是个傻子关卡 我却用了这么久时间才过来 难道小狗我已经变成傻子了吗 哼 必须下一关吧 这一关是菜鸟 傻子关卡都这么难了 菜鸟关卡岂不是更难 小狗我开始慌了 这里面就是个二段跳 这一开始 这两个还是很简单的 慢慢的难度要上升了 高度也上升了 这就有点难跳了 但是不管怎样 还是要说试的 我跳 果然还是没有上去 一次不行 那就两次 鞋子试试 我跳 这样也不行 这什么关卡 怎么跳都上不去 今天就用传送卷庄上去吧 我再跳下来 试试能不能跳上去 嗯 这次居然跳上去了 什么鬼 不管了不管了 直接过独木桥吧 撑撑撑 还有几个小方块 我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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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过来了 这一关的奖命又有啥呢 时髦还有练甲套砖 花了这么长时间才过了三关 这极限库宝真的太难了